少女时代的崔秀英一度被称为东方神奇远昊的天敌 两人同属于SM公司是前后备关系 在二代团的年代里都为组和盛世贡献了不少功劳 然而两人的工作态度却是千差万别 当时少女时代要参加一个节目正在跟摄像组进行彩排 然而当摄像机打开的时候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别的成员都穿着背心或者短裤 只有崔秀英一个人长衣长裤 将自己遮了个严严实实活像个偷西瓜的贼 动作也是能滑水就滑水 别的爱动都是靠业务能力和美颜拿到百万直拍 崔秀英靠着这套沙雕装饭将视频播放量充上了四百万 与此同时评论区一个新的称号出现了云露远昊的天敌 雷神哥精心彻看了都说 远昊要是见到你这个样子绝对得高血压 毕竟他向来以过剩的工作热情闻迷 虽然彩排摸鱼归摸鱼 但是到了正式演出的台上崔秀英可一点都没掉链子 事实上崔秀英是SM第一个被要求管理表情的偶像 因为他乱用脸的场面实在太多了 女儿的自拍是这样 轮到他时画风是这样 谁能想到这么有毒的一个人会是个富家千金 韩国首尔最有名的艺术殿堂就是他的万工建立的 早在1987年动工时就耗资六百亿韩元 他的父亲毕业于韩国最高学府首尔大学 在贸易公司担任岗位 母亲则是一位声音老师 上时早期团宗去他家拍摄时 门前的草坪就够八个成员玩一阵的 然而崔秀英的有毒可不止在于脸 还在于他那张毒蛇的嘴 艺人喷遍全团 崔秀英要不是少女时代成员的话 粉丝可能早就报警了 2018年的任歌里 少女时代留下了创收视率的一幕 崔秀英自帮自己敏感的时候 看每个成员都不顺眼第一个攻击的是Sunny 接下来由吐槽队里唯一的女孩子 Tiffany的装饰品太夸张 更不爽的是 大家的领结都是服装生存风格 只有蒂夫妮从家里带出来了珍藏款 轮到队长泰妍时更是直接表示 看都不想看 这一点在胸土的时候神有体会 然而崔秀英的吐槽之路 崔秀英说 门面担当林雨儿 似乎没什么好吐槽的 又被她精准打击 这也就是作为女团教科书的少女时代 敢这样在节目上说话 换做什么新人女团 恐怕又是一场翻圈的心风血雨 崔秀英心之恐快的性格 早在联系生时期就已经养成了 在见到少神其他成员之前 她可以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 别的练习生 都对新来的成员有竞争意识 只有她 环田喜地的挨个儿都当做朋友 性格这么明朗 难怪郑靖浩会和她秀了十年恩爱 别的偶像被爆恋爱 叫她房少女时代 在崔秀英和演员郑靖浩的恋情 粉丝看了只想让他们原地结婚 2014年10月 地社公开了崔秀英和郑靖浩的约会实锤 然而 当粉丝哭丧着脸点进去的时候 却被塞了一嘴狗粮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俩人约会结束正在节点分别 郑靖浩依依不舍地朝崔秀英飞吻 俩人还互相比心 本以为会就此离开 没想到崔秀英一勾手 郑靖浩立刻就像一只大鸡毛一般飞奔过来 俩人再次抱在一起 这种粉丝哪里还有他方的不满 只能剩下韩剧召集现实的厌线 早在2011年 郑靖浩就在采访中说 自己最喜欢的上市成员是秀英 于是 在朋友的介绍下 俩人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郑靖浩由于身体原因 不能吃猪肉和牛肉 每次和崔秀英约会 都会带她去吃鸡肉 这样一吃就是三年 有一天 崔秀英实在受不了了 跟她吐槽到 我感觉自己快下蛋了 郑靖浩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亏待了女友 甚至会为她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 开始吃牛肉 在两人公开恋爱一周前 永汉梅发表了崔秀英正和元斌恋爱的报道 本一位得知这件事的正派男友 郑靖浩会吃醋 没想到她看着报道 有些骄傲地说 原来我长得像元斌 只能说这么甜又有趣的一对 如果不结婚的话 真的很难说唱